好 今天的国语吃点的部分 来推荐大家一句 可以应用在生活场景之中 今天不是职场 我们取的是 嫁这个字 亲子之间 这个活动 嫁娶 非常重要的一环 今天这一句叫做 天要落雨 娘要嫁人 我知道 来是拦不住的 无可奈何的意思 无可奈何 挺故非常的俗笔 袁莫朱元璋采纳这个刘伯文之言 令军名这个高足残廣 广积粮缓存亡 他就是防守防守的队 拳击上下都以积粮为第一大事 适粮为保 存粮非常的重要 就只要天气变化 他们就赶快就把粮食搬进仓库里面 所以大家就说 天要落雨 粮要借银 天要落雨的时候 那个粮就要赶快送到营区里面 辗转流传 他才念错 变成天要落雨 粮要嫁人 什么 戒饮太难念了 变成娘要嫁人 变成娘要嫁人 合情合理 一样无可奈何 这个礼拜猜猜 我想了一个 比较不容易有争议答案的了吧 姐姐弟弟妹妹 那就是没有哥哥嘛 哥 然后 有个少 少 唱歌歌 完了 好呀 好呀 太简单了 好烦哦 back up back up 用备 up 这不是那个吗 下春秋就要叫东哥 好烦哦 Editor 好呀 来到那边 咱们 刚才 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